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郑小贤 在外面还要排队呢 还有食物啊 我们比较期待什么,牛杂是吧 牛蹄筋 牛蹄筋可以 你干什么还小贤鸭血是吧 小贤鸭血 郑小贤 来你试一下这个冰糖员 是什么味道啊 很好吃 一般嘛 牛油 有这什么 胡桃蒜 胡桃蒜 姜 花椒 然后现在加了那个王老吉是吧 这个是鲁汁 版店的秘制 秘制鲁汁是吧 精选23位天然食材 慢火熬至七七四十九天 是吗 看这份量,这份量好像也不多 你看我手 一碗牛杂了吧 好嘞 好嘞 这个一碗牛杂的萝卜太搞笑了 它里面是脆萝卜,生萝卜 我手 没有 三秒 苏四舰队在损失了两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 并损失了所有的护卫舰之后 冬雨崩溃 好,我现在是在回家的途中 然后我现在在路边停了一下 这条路呢 到这个点的话 基本上你看前面已经堵得 堵得像一锅粥一样 呃 我们接下来评测一款那个美油 品牌叫做Air Factory 空气工厂 他们是之前是给我寄了 四种那种 游离机的 三的那种 大烟雾那种 后来说 哎呦 怎么给我寄游离机的 你们没有丁岩的吗 后来他们又给我寄了四个口味 他们丁岩的啊 我后来看一下看了一下他们的官网 他们口味还蛮多的 丁岩有三十五和五十两种规格 然后的话游离机的话有三和六 并且他们都是这种大瓶装的 拍给你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都把那个泡的跟那个都摆好了 所以不好拉 这都是那种大的一百一百毫升的那种 然后丁岩呢在这 有四个口味应该润的差不多了吧 我来试一下 我们先从第1个口味开始叫做Air Factory的 叫做Mystery 神秘口味这些都是 美油啊美国进口的 顺便呢还是用的卡里泵1.4欧姆的 一种姜果和混合水果的味道 带一点甜味 没有冰的感觉不带冰 三的也没什么压力 觉得味道还蛮香的 这是我好久 这差不多两年吧 就我第一次还是用游离机的 这个可以 叫做Air Factory的Mystery 神秘口味 它感觉就是让你去猜这个味道啊 但是肯定是混合水果的甜味 也带一点姜果味道 我看它的丁岩版本有没有 真的有丁岩版本的 35的我试一下 3的话的话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啊 这个丁岩版本的35的一进去啊 那个明显跟3的比起来 那个激后感是完全是 这个味道呢才呈现上的话呢 对是确实跟它是一样的啊 但是没有它那么浓郁 你一入口的话 首先是那种激后感 Sore Heat 然后才能感觉到 就是我用游离机的那种味道 姜果味不是那么明显 基本上可能还是那个水果的味道 混合水果的味道 感觉有点像带甜 但甜度也没有到厚的地步啊 因为我是用的Cali-Bone啊 35毫克的激后感 我觉得对我而言 这个就已经是挺有劲的 因为它们没有给我激50的 就光35的 我觉得已经挺有劲的 好这是第一口味 叫做Mystery 神秘口味 是姜果和混合水果糖的那种感觉 带甜 但是没有那么的甜 第二口叫做Berry Rush 梅子冲击 Berry Rush 先是游离机的3的 这个入口的话 这个甜度就没有 之前的那个Mystery重 一股很清淡的姜果的味道 走鼻的话可以闻到 可以感受到酸味和一丝甜味 如果不走上呼吸道的话 感受不到酸味 就是一股很清淡的姜果的那种感觉 恰到好处 这个味道我蛮喜欢的 我试一下前面的这个Mystery 走鼻子的话会有什么感觉 它这个走嘴巴和走鼻子是两种感觉 前面的Mystery如果走鼻子的话 也可以感觉到酸味 就姜果的酸味 但如果走嘴巴的话 感觉不到 Mystery的感觉呢 就会明显比这个Berry Rush 要更甜一些 但是也没有到腻的地步 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Berry Rush 这个游离机的会更舒服一点 好的 它这个盐的话就没有 没有这个版本 那我来试一下这个吧 Mint 薄荷口味 35的 这个薄荷还可以 就感觉很像在我们普通载 的抽烟的感觉 气候感 带一点点敲到好处的冰凉 一丝丝冰凉 然后薄荷的香气 不往苦的方面靠 没有甜味 没有甜味 很好 这个薄荷很喜欢 这个 这个Salt的 这个冰点版本的Mint 这个好像还是限量版的 这个可以 第三个口味 游离机的叫做Mellon Lush 刮的什么什么什么 淡淡的西瓜味 带一点点柠檬的感觉 对 西瓜和柠檬混合的一个感觉 然后比较清淡 味道不是非常的浓郁 非常舒服 就让你感觉到那股香味 然后这个三的话 用浅肺息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那个Salt Heat的感觉 因为我好久没有 肺息过了 然后又走鼻子的话 也可以感觉到一点点酸味的 这个味道挺好的 西瓜味加一点点像柠檬的味道 我试试它的丁盐版本 它丁盐好像也有这个版本 对 丁盐是有这个版本的 Mellon Lush 盐的版本就明显 激活感会非常的强烈 味道会比三毫克的 比游离机的要更 甜味会更重一些 但是也没有到发厚的地步 柠檬的味道呢 就感觉不出来 可能更主要是那种甜的西瓜的味道 好了 最后一个口味叫做Blue Rice 应该是南梅吧 很清新自然的南梅味道 走鼻子会有股浆果的酸甜味 甜度非常的淡 会有秤底的 是一层那个cream 就是带一点点奶油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非常的弱 整体呈现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桑的游离机的 Blue Rice的 35毫克丁盐版本 我试一下 丁盐的版本明显的 甜度就会比它高一点点 焦感很强 奶味感觉不到 是那个南梅的那种 浆果的香味 走鼻子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 那种野生的那种浆果的那种感觉 带点酸味 四个三毫克的游离机 和四个丁盐口味的 丁盐缺乏一个berry rush 这四款游离机 给我的感觉呢 让我感觉就是 很舒服 很轻松 没有什么压力 跟盐比起来的话 它没什么压力 当然了 它的那个解引力的话 肯定就是不足 适合于那种 没有什么很大的影的那种人 除了口味 它口味还都调得挺好的 就除了那个mystery 就是一个神秘口味 略微差一点 它的味道不是很明晰之外 剩下三口味 都会有一个很明晰的 一个主味在里面 调得都很清爽 虽然它不带冰 但是味道都很清新 都很自然 在味觉上 也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 我感觉挺好的 它的四个丁盐版本呢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明显丁盐的版本 比游离机的味道 要偏甜一些 除了那个mint 除了那个限量版 那个mint 那个是不带甜味的 那个感觉挺好的 我觉得很不错 他们那边的美国老板 加了我 还有另外几个评测人 进那个群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说如果不错 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是主要负责评测 那个盐的 我主要是感受盐的 还有另外的几个评测人 他们可能更多偏向于 Big Smoke 或者那种 大的那种设备 我顺带的也感受了一下 我感觉他们的整体的调香 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我在国外也搜索了一下 像Air Factory 空气工厂 这个品牌 在国外的社区里面 也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品牌 他们也是想 可能是吧 想更开拓一下市场 什么什么的 8月份的展会 他们也会到 也会参加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过来 是吧 因为美国现在疫情 也比较严重的 到时候我可以在展会上 可以尝试他们其他的口味 总体而言 Air Factory呢 因为我是盯着盐的 盐并没有让我失望 35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Mint 因为它没有什么太重的味道 带一点淡淡的薄荷味 然后酒感恰到好处 带一次清凉 我可能更喜欢这样的饭 它另外三款的水果味 我觉得都还不错 我就可以试一下 你应该不会失望 它肯定是没什么错的 肯定是没什么错的 好久也没有新的 进口品牌的产品 给大家推荐 所以这个也算是 我觉得近期 我觉得个人比较推荐的 一个新的一个 进口的一个Juicy品牌 同时它也包括 游离机的和Licoting Source 我觉得产品线还比较期 好的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对Air Factory 他们的Freebase的 和Licoting Source的 几个产品的一个 使用感受 总体而言 我是比较推荐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那么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个呢 我就抽掉 微博四个 B站四个 好吧 好的 那这样了 我是一百老许 欢迎你收看我的这期评测 我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回家咯 拜拜 我爱你 世界的泪也 失去我伪装 你可记得我 脸上的模样 这夜里会不会在远方 两个火为我说话